我今天就是在休斯顿唐城这个华人特别多的区域 就是在唐城这个区域 华人的比率占得特别高 像唐城这些比较好的学校 华人的孩子或者说亚裔的比率 基本上都到60%多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呢 是一个房龄还比较新 而且后院没有邻居 后院状态非常好的一个房子 就是我身后这套了 我们赶紧走进去 这套房子是在休斯顿唐城的这个区域当中 Riverstone这个小区当中 算是价位比较低的一套了 它只有五十几万 而且呢这个房子 它的这个里边的空间感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它有高挑的客厅后院还没有邻居 是蛮好的一个这种的选择 一进门 我们先到它的大库里看一下 往这边走 就到了它的客厅的位置 这个房子一共有三千多尺 所以呢 其实每个房间的面积是很不错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客厅的这个位置 因为它客厅的面积也很好 但是它是客厅比较宽 可是不是很长 然后呢 这边就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厨房 有三个倒台组成 并且这些都是天然气的 完全不用担心房子里带着烟道 可以换一个中式的油烟机 那这套房子的pantry 就在这个厨房的旁边 也是可以放很多产品油烟的 男生的 在pantry的旁边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的这个门打开里面 整个车库 这个房子的车库的地面是做了的 做了这种涂层的地面 双车库 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的后院 现在我们就去后院先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后院是没有邻居的 外面是很静谧的感觉 非常静谧的一个后院 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生火 或者在这烧烤 就在这个地方围着炉子聊个天 然后来一个家庭聚会 很静谧很舒服 等夏天啊春天开车了之后 所有的树都冒出了绿芽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去它的主卧 所有的主卧都在一楼 这边就是主卧 主卧看出去也都是那个后面的绿色植被 主卧的洗手间 双洗手台 这个肯定都是主卧的标配 它这个淋浴间 我们就看一下细节 这些地方还是有使用痕迹的 但是整体来说是包样的不错 在主卧出来的侧面 这个地方有一个客人的洗手间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我们从门口进来之后呢 其实先是一个大的主餐厅 主餐厅的旁边是一个 就是会客厅 然后这就是门口的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就上楼了 上楼之后先是一个卧室 卧室的面积大概都是11乘以12的 这个卧室是一个套间 所以洗手间都是在卧室里面的 这个楼上呢是有三个卧室 除了这一个套间之外 另外两个房间是share一个洗手间的 中间是活动室 然后在我们这边走 这个房子在唐城的这个空间当中的价位 是非常低的一套 又相对比较新 后院又没有邻居 所以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这个房子其实说实话 可圈可点的地方虽然说过了 可是它还有一些小的弊端 比如说这个客厅其实是比较扁宽 并不是很长这种客厅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在布置上可能会有一些浪费的空间在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套了 我是Gigi 休斯顿的买房叫经济团队 我在休斯顿已经扎根了十几年了 我们做地产就做了十年了 那如果您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 或者是想买一个休斯顿的房子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想的话 欢迎联系Gigi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igi小琪再见拜拜